最近一轮疫情发生后 沈阳市开启大规模的居民核酸检测 基层街道社区的工作量驻然增加 然而可爱的沈阳人用自己的努力 让防疫工作不仅仅有力度更有温度 在寒冷的早春 一个个暖心的细节 让我们感受到大家 共同保卫城市的坚定决心 在沈阳市大东区的蓝山社区 面对辖区地狱广 居住区分散 老年人偏多等实际情况 核酸检测工作中 社区工作人员 辖区物业 党员群众志愿者 医务人员等协同作战 为辖区各类居民群体核酸检测 开启了私人定制模式 我们蓝山社区一共有13个小区 其中物业占4个 老旧占9个 然后我们人口是一共6000多人 其中老年人口6岁以上 达将近2000人 基于这个特点 我们设了两个点位 一个是在物业小区比较集中的点位 一个就是现在您看到 这个室外的点位 我们设计这个点位 是因为这个老旧小区 到这儿是比较居中的位置 能保证正常不行 你老年人到这五分钟 就能检测 昨天的雨家雪 给检测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 但为了不让居民 在户外长时间等待 党员志愿者 社区网格员 轮流用大喇叭广播 开启了分时分段的精准提醒服务 除了定点检测 为解决辖区一老一小 特殊群体机构 面临的实际难题 蓝山社区还设立了流动点位 每天在固定检测点位 人流少的时段 抽出部分工作人员 为养老院幼儿园提供上门服务 第一时间 孙诗涵刘昌报道 孙诗涵刘昌报道